你打個電車輸去嗎 有就有就有 要去嗎 就是你了 砍了人 竟然倒頭呼呼大睡 直到警方找上門 男子還想吐苦水 你跟他輸去怎麼樣 沒辦法 你跟他吵 他在吵 你跟他吵嗎 你跟他吵 會不會吵 不知道喔 凌晨三點多 汪信嫻犯已經喝得醉醺醺 小黃司機為了跟他追討車前 一前一後跟回住家 沒想到他在下樓時 問獎已經走不穩 因為腋下多了二十公分的刀傷 當時見車問獎呢 就是把嫌犯載回到住家 跟著上樓 本來是想要追逃一百塊錢的車資 沒想到載下來的時候 已經被人吃水果刀刺傷 陳可侃問獎 情因竟然是為了一百塊 當時嫌犯從公館上車 一路搭回板橋住家 車資六百 但嫌犯身上就只有五百 司機酸了一句 有錢喝酒 沒錢付車資 嫌犯一聽竟然氣得遲到砍人 問獎人通報案 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 在住家樓下的花圃之中 找到疑似作案用的水果刀 這范賢是公稱說 司機對他有一些 就是言語上的羞辱說 有錢喝酒 卻沒有錢付計程車的車錢 三小時後警方 順便找到41歲的王姓范賢 酒測值仍然高達1.07 就為了僅僅一百塊 竟然遲到傷人 恐怕酒醒後 再多的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侯宇翔 劉世衛 劉雨景 新北市報導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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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